首批20萬劑AZ疫苗核實抵台 確切時間依舊是個謎 現在更爆出供貨不及 英國藥廠阿斯特捷利康已告知歐盟 第二劑將減少供貨五成 發貨量少於9000萬劑 消息一出 已經預定1.2億劑的日本 也開始擔心供貨會受到影響 那麼也簽訂1000萬劑的台灣 難道不緊張嗎 我們這邊到目前 沒有任何的訊息說要減緩 或者就是說要減少 因為AZ是歐洲廠 所以他也必須受到歐盟 或者他當地國家的法令的一些限制 如果當地要求他優先供貨 他有些時候也只好犧牲一些訂單 供貨不及只能犧牲訂單 難保台灣不會是被犧牲的那一個 連帶影響疫苗開打時辰 一拖再拖 專家也說歸咎指揮中心 採購不力 速度比別人慢 我們買疫苗的速度 確實比人家慢一點 這也是一個事實 我們一開始比較 就比較把我們的精力 跟我們的心思 就放在這個疫情的控制 目前台灣新冠疫苗採購 包括莫德納洽購的505萬劑 COVID平台分配到的476萬劑 以及佔了疫苗採購總量一半的1000萬劑AZ疫苗 陳時中聲稱已經到手1981萬劑 加上國內兩家疫苗廠 以及BNT若談成再添500萬劑 最多會有4500萬劑疫苗供國人施打 但現在即將跨入第二劑 疫苗卻連一劑都還沒進來 持續傳出變數 指揮中心恐怕是樂觀過頭 疫苗取得和國家財力 競爭力脫不了甘心 當各國都在大規模接種 台灣還在屈屈苦等 現在疫苗供應又傳出壞消息 恐怕要繃緊神經 記者陳時茂林沛傑 台北採訪報導